大家好,我是桂云,今天我们开箱生定制,今天有大货,这个绿币洗呢75克拉多的,全镜玻璃体的,这一枚戒指呢也有10多克拉,这个大的这个巨无霸的这个绿币洗呢是纯啤酒瓶绿的,是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分享的一枚超级巨无霸的一个大绿币洗,被我们佛山姐姐买了,完了以后呢它一直没想好款式定制,完了今年呢它送过来我们给它定制了,这个象牵呢就花了2万多,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,这一套呢就是我刚才带的这个,这个真的是太漂亮了,活彩超级好,用的都是大钻,这你们这个主食就是20多分了,一共象牵花了2万多,这一头真的是非常的大气,好横啊,后面是这样的,很漂亮的,就是食物要比照片和视频里要好看多的多,这个我们就不给它发火了,因为它也在佛山, 等它那个,就让它来调理的,这个是我们上一次湖南的一位先生,定制的两枚戒指,一个是戈壁洗的,一个是沙夫来的,它也是上尸体店来定制的,男士戒指,但是它圈口也不大,就17号圈口,还一般的没有女士圈口大,这是我们北京姐姐定制的一枚绿币洗,其实它俩是一样的,就是一个大一个小, 款式基本上也差不多,就是钻石用的小的,因为它带面小,钻石就用的小,其实这个也不小了,20多克拉了,但是放那75克拉眼前就觉得好小,其实这个已经也,日常带的话,这个也是雇佣了,等一下就是湾尔南做的这一叠耳环,这叠耳环低碎的,其实,但是它这个镶嵌也挺贵的, 因为它这一盘全是大钻,如果你们想要那个预算要稍微熟一点,这一块我们可以给你给进一下,用稍微小点钻箱,或者是用脸盘小钻箱也可以,因为它这一盘全是大钻箱,前就比我加个够,它这个也好像花了5000多,剩下的是这个方形的这个海兰某,一克拉多一点,这个就属于小清新款了,其实这个戒指方形的做出来,效果也很好,当时好多人有,这是奥 奥白的戒指,我们上一次,重庆的戒指,在实体店定制的,它买了一个沙夫来的戒指,定做了一个奥白的戒指,这个是马背的戒指,剩下的呢,这是 Edition的耳环,也是我们客户定制的,其实这两款奥白作业呢,好看,它这个款也是和我们家耳圈差不多,它只不过做的是个椭圆形的,我们以前做的是右形,或者是圆形, 而是这个款呢,也是和我头像是一样的,就是差不多这个上面,完了下面加个钻石, 它这是属于耳钉块,它这个不长,比较低,就是比较低调的一个款式,Edition的柱子,不说你们不知道啊, 这是奥白的戒指,我把这几个小清新的戒指带给你们看一下啊,其实这海蓝某的戒指也很好看,你们看一下, 日常带也很漂亮,这是绿式定制的,这是马背的戒指,马背的戒指就比较大气了, 其实男士这个款隔壁戒指,女士如果手粗作业也好看,说一个马安镜, 其实女士带也好看,这个是工艺做得非常好,脸边做的,我们也是独家帮它设计的, 今天的这些款基本上都是我们独家做的,做了好多自己设计的款式, 像这个,这两款都是我们帮客户自己设计的,这两款, 今天的封面就用这个,这两款,这几个封面嘛, 这绿色的货真的很好看啊,太漂亮了, 就是绿色总给人感觉生机勃勃的那种感觉, 戴完75克拉呢,戴这个20克拉就觉得很小, 其实这个20克拉已经非常大了,像我们日常戴就是比较偏大的了, 像这样呢,日常工作戴我觉得还是非常得体的, 这个75克拉实属有点豪横,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豪横,但是呢, 真的也是非常的大气,如果让我选的话, 我肯定是选这个75克拉的,像我们这种自由人士戴, 还是75克拉大气一点点,好看一点点, 食物真的好漂亮的,但是呢,怎么拍呢, 它拍不出来这种效果,可能是要相机拍, 才能呈现出它的美,尤其是那种绿油油的那种颜色, 真的是好漂亮的, 而且呢,绿色给人看上去, 本身就很心情愉悦, 那今天的视频呢,我就分享到这里了, 感谢大家的观看,像喜欢这样的裸食呢, 我们还有过, 有喜欢的呢,可以私信我, 那感谢大家观看,拜拜,明天见, 拜拜,